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umber 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早上11點9個字 豬仔今天為何這麼晚才推介第一隻手錶 因為早上10點就有3個錶迷到現在 今天介紹第一隻錶就是Titanium 有很多錶迷準備吃午餐 可以介紹第一條影片 讓大家吃午餐的時候可以看到豬仔的推介 這隻是自動的鈔合金錶面 是不是有印象呢 前幾天四、五天之前 豬仔推介過這隻小二次的Titanium 為什麼這隻錶會出現呢 豬仔為何刻意找到這隻錶呢 一來他的性價比值很高 二來有個錶迷考豬仔 如果你找到鈔合金錶面 鈔合金殼、藍寶石面、機械錶 但是1500元之內的 那我就跟你買了 那豬仔就去找了 真的讓我找到的 老實說我都沒有信心 因為1500元真的比較有難度 又要藍寶石面、鈔合金殼、自動機械、機身 那星神這隻就做得到 今次介紹這隻顏色的配搭 就是一隻champing的顏色 你看到一個香檳金色的標盤 配搭了藍色的時分和小秒針 做了一個金色的index 金色的黑度 十二、三、六、九就用了羅馬字 其他就用了金屬條子 四、五點位置 你看到它是一個秒針盤 這個秒針盤 就是做了一個壓紋的秒針盤 旁邊寫著了automatic 鈔合金 全自動機械機芯 它用上了MIOTA 8213的機芯 這個機芯就是 星神自家廠的機芯 你看到用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配搭了這隻手錶 在一個放射性紋的香檳金色錶盤上 這個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軟邊的位置 做了鈔合金殼 做了光芯的 做了光芯的處理 拋光的 接著 錶腳位置 做了光芯的 也是 現身的側邊部分 做了拉絲 拉絲的鈔合金 我自己比較喜歡 一來鈔合金 這個機芯就是比較不受角硬 硬三倍 二來就是 它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再加上了 旁邊做了拉絲花紋 真的有撞擊的時候 它花了也沒有那麼角硬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配搭 標觀位置 就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沒有做螺旋式鎖標觀 因為這是生活防水的 那8213的機芯 有了 向上轉動 手上發條 有了手上鏈的 可以自動 手上鏈也可以 它大概就是 走40至41小時的處理 撤起之後 沒有停秒功能 你記得8213的機芯 沒有停秒功能 你看到秒針還是動的 不要緊 我們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6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教過日曆 但也挺緊緻 挺好手感 即是教的時候 那個裝工都裝得不錯 挺貼的 教下去一格一格跳 那個日曆 雖然輕微達達聲 但也很有手感 一格一格跳 教完之後 按進去一個拉推罐 裝的時候也沒有什麼虛位 好 配了一條啡色的皮帶 這個啡色的皮帶 做了壓紋的車線皮帶 薄身一點的皮帶 八個錶孔 另外一頭有兩個皮圈的油環 還有一個拉絲花雲的針扣 拉絲花雲的施力神針扣 好了 也有後料的 熟語 看看錶底 也做了透底 雖然這個價錢 有藍寶 有鈦合金殼 有機械 錶 還要做透底 真的 還想怎樣 很划算 好了 這個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接著寫著Water Resist 生活防水 也寫著了 太合金 另一個是太合金 8213的星神機心 也寫著了 好了 駝那裡 你也看到做了金色的 做了噴沙的駝 駝位 也有少許淺負 可以調較慢 8213的機心 有20mm的皮帶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 其實這隻錶是 走一個斯文路線 斯文一點的手錶 但你記住 要擁有一隻太合金殼的機械錶 再加上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自動機械 自動機械 其實真的 千多元 很難很難找得到 如果真的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聽清楚 我聽完它的尺寸 等待會就決定了 好了 42mm的錶徑 我試一下量度給大家看 42mm的直徑 但看起來就不覺得 但它的規格就寫42mm 真的沒有 我量度是41mm 41mm 厚度是10mm 10mm 那Luck2Luck 就是做了47mm 對 47mm 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很漂亮 只有一次性 這個特價 因為沒有第二次機會 前幾天介紹的那隻已經沒有了 有些標迷想問到 可以留意這隻 香檳色面 淡 即是淡的香檳色面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聽著 朱仔推介 1398 1398 因為匯率升了一點 所以有一點變動 對 1398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朱仔是有五隻現貨的 有五隻現貨 如果喜歡的 就可以在封面找朱仔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朱仔 也可以 打給朱仔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電腦 還是麗芝閣電腦 星神的泰合金 自動機械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給朱仔 因為這隻錶真是性價比值超高 千萬不要猶豫 我們下集見 喜歡的就盡快找我 拜拜